对于美国来说,说实话这么多年一直实行的都是霸权主义,在苏联解体之后,我们很难看到哪个国家能够和美国相抗衡。 所以,美国依靠着强大的军力,在世界范围内办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,把霸权主义发挥的淋漓尽致。 毕竟美国的11艘航母几乎让美国可以为所欲为,不实行霸权主义真有点对不起美国的11艘航母。 所以,美国这么多年来发动的战争也不少,说实话很多都是依靠航母先巴之人,无论是当年的伊拉克还是今天的叙利亚,甚至是未来的伊朗,美国的航母编队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毕竟美国的航母使得美国具备全球打击能力,而自己的国土显然会远离战争。 这也是美国当初能够举起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,那么美国的霸权主义势必会得罪一些国家,也会树立很多敌人。 这些年最明显的国家其实就是朝鲜和伊朗,要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一直想着研发核武器,说实话,打常规战争美国显然不会怕任何一个国家,但是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一直想要研发核武器,说实话一旦让这样的国家拥有了核武器,无疑就拥有了杀手锏。 所以美国一直把这两个国家当成眼中钉,虽然说今天的美国和朝鲜的关系有所缓和,但是骨子里的敌对是没法避免的,而与伊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,前些天双方箭巴弩张,就差开战了。 所以,对于美国来说,伊朗绝对是美国的对头,而且是势不两立的那种,但是无论是朝鲜还是伊朗,说实话没有核武器,根本就无法给美国造成多大的损失,也撑不上美国真正的敌人。 而今年的美国,无论是在黑海还是在南海或者是东海,完全不按讨路出牌,直接挑衅中俄两个大国。 很多人说,美国最大的敌人还是中俄,毕竟这两个国家,最能冲击美国的霸主地位,也是最接近美国军力的两个国家,只能说放眼现在的世界,能够让美国撑得上对手,都或许只有中俄两个国家。 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可以是美国最为看重的对手,但是却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,很多人也纳闷。 美国一直实行霸权主义,树立的敌人也很多,如果说中俄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,那还能是谁? CNN国防时空立我国解放军少将金义兰在接受采访,是回答了这个问题,按照金义兰少将的说法,美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自身,就是那种自身极其膨胀的愿望,为我独尊的愿望,老子天下第一的愿望。 美国利益优先,优先于全世界的利益,就这种东西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。 撕裂美国的不是外面的力量,不是欧盟,不是俄罗斯,不是中国,也不是伊朗,朝鲜。 撕裂的是美国自身,其实想想也挺有道理的,毕竟美国现在的距离最强无容置疑,而且很难有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超越美国,所以金义兰少将的说法,还是很有道理的。 只剩很长时间内,美国最大的敌人恰恰是美国自己,而不是别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